麻醉室的费用加起来是 加笔 天价的长单呀 一口牙 2018还是下最后的几天 今天是我年底的这一段时间 很忙的每一天当中的一天 看看这一天到底有多忙 一大早今天是娜娜的最后一天上课 学校的 Last Day 这一天同时还有很多事情她要去做 比如说她本身早上是一个可以在早上学校吃pancake的pancake morning 除此之外 今天她要带所有的goody bags 也就是圣诞给同学的礼物带到学校去分发 第三件事情是 今天还是pajama day 所以大家会穿着睡衣去 所以一大早上我们要给孩子准备很多的事情 达达在家睡觉特别的晚 所以一大早上她是这样的 这是前两天非常忙碌给娜娜过生日准备的简单的装饰 她特别喜欢独角兽 因为她的名字叫yuna 而独角兽的英文叫unicorn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unicorn 所以她很喜欢独角兽 生日过完了很开心 今年生日没有跟很多的同学一块过 而是在家里我们自己家里被人一块简单的过了一下 由于她生日是12月底嘛 所以临近圣诞也是年底非常忙的一个原因 除此之外今天达达虽然现在很困 但是今天也给她安排满了 她已经联系去了两三天的牙医诊所了 今天还得去大概今年最后一次 原因是她的牙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待会我们去牙医诊所一探究竟 看看究竟最后结果是怎样 每个人家伙这么厉害 困的呀 之所以让她今天穿红色的衬衫 是因为你猜怎么着 这一天安排的下午她的daycare 还有一个年底的汇报演出 所以要求穿着红色 上午要在泰达去两个地儿 先去家庭医生那儿 然后再去牙医诊所那儿 家庭医生需要给我们开出一个单据 然后再去到牙医那儿 了解一个治疗的费用 然后我们现在担心的事是 她去到医生那儿 医生和牙医诊所那儿 都不会太配合 是这样吧 艾琳 是 因为之前她去过一次家庭医生 我跟家庭医生在那儿问诊和聊天的时候 她就一直想拉着我的手往外走 不愿意在那个里面待着 还困着呢 那我们出发去家庭医生那儿 我们要开车去家庭医生那儿 大概开出20分钟吧 年底我相信不光是我们家的事情比较多 每一家家家户户可能事情都挺多的 像刚刚这一路开过来 昨天是温哥华可能近年近几年以来 最大的一场白天的大风 我已经看到有两三棵大树都被刮倒 还好没砸到房子 另外呢也看到一两家的那个后院的篱笆 栅栏也被吹翻了 整个后院就是向外界敞开的 如果这些人年底本来就很忙 再要去修这些设施的话 他们年底比我们更忙 所以年底就是一个很忙的时间就对了 现在到诊所的外边了 这边的家庭医生的这个诊所 也是按照加拿大的系统和规则比较严厉 就是说你不能迟到 你也不能不出现 比如说你在网上预约了 你不能不出现 你如果不出现的像我们这个家庭医生的诊所 是要罚你50块钱加币 但是你如果正常来了看病 在你的这个医疗保险覆盖之内 是并不需要你花钱的 所以你预约要谨慎 你预约了一定要来 不来不行 现在我们在诊所里等医生呢 对啊等医生 那你拍一下我现在什么状态 哇 我必须这么抱着是吗 对 不然会怎么样 他就会跑掉 就跑出去 啊 没俩人还制服不了他吗 制服不了他 真的 我真的是前率即穷了 你上次一个人怎么办 我上次一个人就是 他就一直不让我在里面说话 然后就拉着我要往外跑 我就只能在一路追他出去 然后同时路上医生特别配合的 在旁边一边跟我聊 他一会追着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比我想象的简单啊 以为他会大闹诊所 走吧 加拿大呢是这样 我们去看医生 这个不花钱 但是加拿大的牙科呢是要花钱的 而且不少花钱 所以今天我们可能在医生那儿 并不会花钱 但是去到牙医呢 会从牙医那儿告诉我们一个数字 就是泰达的口里边有很多的蛀牙 修复这些蛀牙 大概需要花多少钱 我会得到这么一个数字 现在泰达岁数是两岁半 那由于一岁到两岁之间呢 他吃糖啊或者是母乳的时候呢 夜里边含着这些食物的次数比较多 所以造成了很不幸 他这个嘴里边的蛀牙会比较多一点 我们也刚刚得知这个不是特别好的消息 所以去到牙医诊所已经去过两三次了 他今天会告诉我们 具体针对的治疗方案是什么 以及泰达的这一口蛀牙 大概要花费多少钱 所以这是今天我们去到牙医诊所的终极的目的 可能会有一个surprise的数字 等着我们吧 那加拿大办事是慢的 一切都是慢 有一首歌叫从前慢 如果你说从前慢 你很向往 又回不到过去的话 你就来加拿大 因为现在他就慢 他不是从前慢 他一直都很慢 像我们到了这个家庭医生的诊所 差不多准时到 你还不能迟到 同时到了这一般都要等 今天我们大概等了20分钟左右 然后的话开两个药 Elly有一个指甲方面的药 我有一个口腔的漱口方面的药 这两个药需要厨房 厨房才能开 厨房药就算 这个厨房药给到pharmacy 也就是药店的话 也要等一般是半个小时 他才能把药给你配出来 快到中午了 然后我们下一站是要去牙医诊所 但因为去牙医诊所 这个部分也不需要带泰达去 所以我们中间就要开回往家的方向 给泰达送回到他的 托儿所幼儿园吧 Daycare 送过去之后 哭的哭天喊地 是我的妈妈 跨湖以及我 然后的话呢 忍痛 扭头我们就走 那接下来去牙医诊所 然后我们去完牙医诊所 大家回来路上再去拿个药 今天的事儿才算 消停办完 就是这样已经算是 还好了 这一天还好 这事儿还比较顺利 而且幸好牙医那个部分 不需要再带泰达去 如果再要带他去 这个难度又增加了好几层 现在我们要去本阿比 也就从列治文去本阿比跨市 去那家牙医诊所 现在经过的是温哥华南边的 这个叫做 marine drive 非常重要的一个天车站 这一站不得了了 你看看周边盖的全这种高层公寓 高层公寓就住的人 相对又多很多了 这个位置也很好 天车站的一个重要的一站 除此之外呢 在marine drive 还盖了像cineplex的电影院 还有中餐的大型的这个 粤菜的中餐馆 还有非常方便的一些便利店 还有华人非常爱喝的奶茶店 等等等等 就是这个是一个小商圈来的 到本阿比的牙医诊所了 先买2小钱 好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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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咱们现在是10 你腿特瘦欸 特瘦 看这个小人 嗯 501吗 我觉得这家是我很推荐哦 如果要是有孩子 在丹丹地区有孩子的人 我非常推荐这家诊所找那个 Jonathan医生 从诊所出来了 然后 泰达的牙怎么样 泰达的牙 还是那样 还得等着痣 从诊所出来了 从诊所出来了 然后我们是带泰达去看一个 原先的牙医诊所 然后那个牙医说是泰达有三颗 蛀牙 然后给 refer 到这个更好的 对 周门看儿科牙 牙医诊所 当然这个牙医诊所是确实是 确实是不错 不错 我喜欢 他刚跟你说什么 他刚才跟我说说 他觉得预计应该全口都有蛀牙 就可能有八到十颗的蛀牙都需要补 有的要八九岁才掉 所以怕以后这些蛀牙到后几岁就会特别疼 就牙疼 好多颗预计可能八到十颗都有 所以整个他给你的一个 他说要花多少钱 他给我的一个 就是给我的是一个 在他来说是最坏的情况下的一个费用的总和 包括他的使用他这个医院的医疗器械 然后包括医生的各种手术费用 以及麻醉师的费用 加起来是五千五百一十五加币 天价的账单啊 一口牙 五千五百一十一 一十五加币 五千五百 一个爱马仕的Garden City包包就没有了 哈哈哈 好了先吃饭去吧 走吧 所以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话 一定要注意时时刻刻定期的 每半年左右都要去检查一下牙 不能有任何的疏忽 真的很重要 走吧吃饭去吧 找个店吃饭 直接从刚才那个店过马路 然后这边是叫宝妈的一家吃的东西 谢谢 谢谢 这家餐厅叫宝妈 然后呢都是一些像家里边的家常的什么卤肉饭 螺蛳粉这种好吃的东西 我们就点一个黄焖鸡饭 点一个梅菜扣肉饭 尝尝看味道怎么样 因为在业部上是打私心办的应该不错 你觉得Bernabe的总体的中餐的水平还是低于Richmond 是吗? 对我个人这么觉得 这家味道还可以 我觉得是一种家常的味道的风格 然后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里面大概两三桌客人 但我猜想他们家应该也做一些外卖 因为我刚刚看有一个年轻人也是在他们家 直接提了外卖去送单的 这边送单的外卖车都是宝马起 BMW 特斯拉Model 3现在在温哥华地区 真是不急得很快 又回到了家庭医生这块 要去取一下药 那辆特斯拉的车牌太陡了 我现在准备开始在药房取药了 因为之前我在那边Job Hub 的地方 然后那个下了单子要来拿我自己的药 所以现在在Pick Up 的这个地方来取药 加拿大的生活节奏 官室节奏有多慢呢 我们大概五六分钟前 Elly 都排在那了 现在他还排在那 我们这已经是紧赶慢赶了 把两分药拿到手之后呢 就要穿过列主纹最堵的三号路 时间已经快到三点了 三点钟还要去接最后一天上课的娜娜 既然娜娜今天晚上泰达 你发现她穿了一件红色的衬衫 为什么呢 因为她的daycare 幼儿园今天是汇报演出 我们还要去到 泰达的幼儿园去观看她的汇报演出 这一天溜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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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这一天溜溜的 没关系 这一天溜溜的 拍个呢 那个东西叫Fingerling 哦 是同学给你的生日礼物吗 哪个同学给你的呀 Britney 哦 你要跟他说谢谢哦 我给你学一个我给你说话 这是什么呀 这个是我的一个同学给我的 birthday gift 哪个同学 爸爸 Britney 好了 stop it stop it ok 你今天为什么穿红色 我今天穿了一身红色 是为了配合我儿子参加他们学校的 Christmas concert 我以为穿红色比赛呢 哈哈哈 我以为 beats 这一遍 我以为不愿高 那你会客人 我以为不愿于 那你会真的打到 跟我们这样聊天 我和你个人 你会你的